这个就是极特各个大调常见的和弦执法图 但是为什么有的和弦根音在六弦 有的在五弦 还有的在四弦上呢 这节课我来为大家分享一个特别重要的阅历知识 那就是到底什么是根音 首先咱们来看一下根音的概念 在和弦中较低的音为根音 其实在咱们最常见的C大调这六个和弦里面 我们可以说的更绝对一些 那就是和弦中最低的音为根音 然后咱们再来说一下什么是和弦 和弦有一个必备的条件 那就是一定要在某一个音上去建立 这某一个音指的就是和弦的根音 在和弦的命名上 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那就是和弦名就是根音名 C对应根音C DM的根音是D EM的根音是E F的根音肯定是F 然后咱们再回到和弦的概念上 必须在某一个音上去建立 这某一个音咱们确定了 就是根音 确定了根音之后 我们如何去构建和弦呢 原则非常简单 那就是三度叠加 这个三度叠加是这样理解的 以C和弦举例 先找到根音C 然后往后数三个数 一二三 没错 数三个数 它就是三度 然后在E的基础上 再数三个数 一二三 叠加一个G 连续叠加两个三度 就是咱们这个常见C 大叫六个和弦的构成原理 所以 DM和弦的构成音 也就呼之欲出了 在根音的基础上 数三个数 一二三 是个F 然后再数三个数 一二三 是个A 当然了 你也可以把DM和弦的构成音 理解成简朴里面的 ReFala 以及C和弦里面的 Do Mi So 接下来呢 我们快速的把剩下的 这几个和弦的构成音 通过在根音的基础上 数三个数的形式 给它快速的写出来 然后呢 咱们把集的前三品的 模拟直板迎接图 给它请出来 这三个点位 就是咱们长期按的 那个C和弦的执法图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还要出一个细节 那就是和弦图的六弦上 是画了一个小叉子的 小叉子的意思呢 就是整个和弦里面 六弦是不参与到 这个构成当中的 所以呢 平时我们谈C和弦的时候 都知道根音是在五弦上的 那五弦发出的声音是什么呢 是Do Do对应的音名呢 就是C 然后呢 再来看一下这三个点位 这是AM和弦的执法图 和弦图的六弦上 也是画了小叉子的 AM的根音呢 平时也是从五弦开始谈起 五弦此时发的声音呢 是空弦音 La La对应的音名呢 就是根音啊 A 然后再看DM和弦的执法图啊 它的根音呢 是在四弦上 四弦的空弦音呢 是Re Re对应的音名是D 接下来呢 咱们重点的说一下 EM和弦啊 这是它的和弦执法图 六弦上没画小叉子 表明根音一定在六弦上 此时六弦的声音呢 是空弦音 Me 对应的根音是音名E 但是呢 有时候我们EM和弦也会从四弦开始谈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 咱们来看一下四弦发出的声音是什么呢 它也是Me啊 所以呢 拿四弦当根音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呀 但是一定要注意和弦当中 根音一定是那个最低的音 如果EM和弦用四弦当根音的话 那么五弦和六弦都要给它画上小叉子啊 不能参与到这个和弦的构成当中 具有同样根音属性的和弦呢 还有F和弦呀 它可以用六弦当根音 也可以用四弦当根音 如果拿四弦当根音的话 那么五弦六弦就要给它画上小叉子了啊 剩下这几个点位 不就是咱们一开始初学者学的F和弦的小横按吗 所以呢 对于初学者来讲啊 大横按如果按不六的话 可以暂时用小横按来代替啊 OK视频内容分享到这里啊 我认为此刻你有掌声 老铁帮我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 如果你也在学习吉他 不要忘了关注啊 视频每天持续更新 让我用科学且正确的方法 带你们一起学吉他 咱们明天见